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周谈含圆的字 昨天谈的都读丸第二声 有游丸的丸 完全的丸 丸皮的丸 和丸木为瓢的丸 丸木为瓢的丸 大家或许比较陌生 写法是左边圆 但是竖弯钩写成竖题 右边是利刀旁 带利刀旁的丸 是用刀子挡克 今天谈的含圆的字 有几个的孕母也是弯 而孕母弯前边的生母 有歌有日 先说带左耳旁的软吧 一说到软 应该会先想到软凌玉 我还是看了张曼玉 饰演软凌玉这个角色 才认识这个字的 借由电影认识了 隐心软凌玉的生平故事 软是越南常见的姓氏 读书那会儿认识了几个 姓软的越南同学 除了做姓 软也是软弦的简称 软弦是一种弹波乐器 上网搜图看看 会玩乐器的人就是厉害 几根弦指尖来回弹波 就奏出乐器了 还有一个含圆 同时读作软的字 左边是月字旁 右边圆 软 月字旁 一种肉 还是身体的部位 是蛋白质的旧称 真是第一次听说 左边月 右边圆 读作软 是蛋白质的旧称 不过既然是旧称了 我们还学来干嘛 没要你记住 也没要你在日常生活中用 只是让你知道 以前竟然还有这么个说法 这么个用字 反正也不考试 不必感到压力 但故事听就好了 好 接受 下来这个是冠 也读作冠 啊 机冠 新冠病毒的冠 凡是表示帽子 或像帽子的东西 读第一声冠 表示戴帽子 出众 位居第一 就读第四声冠 比如 古代男子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就要举行冠礼 给他戴上礼帽 表示他成年了 有个字看起来好像官 但其实不同 上面多了一个点 而且圆的树弯钩上不是寸 是扑 哦 倭寇的寇 寇是入侵者 盗匪 而倭寇指明代经常侵扰 抢劫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的 日本海道 倭寇的寇 上面加上草字头 就是豆寇的寇了 豆寇是槟城特产 到槟城旅游 必定买一些用豆寇做的土产回来 用豆寇腌制的零嘴 必不可少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